这幕也太惊悚 公车越开越偏 最后竟然失控 直接冲上分隔岛 连撞好几棵路树才停下 旁边社区正好在普渡的住户们 全被吓到同时抬头 公车左半边倾斜 挡风玻璃全碎 连反光镜跟路灯也被撞倒 整座变形倒在对上车道 示范在中午12点多 新北市卢州急前路上 出示的是三重客运811路线公车 当时载了6名乘客 其中一名68岁余姓妇人 摔出座位挫伤送医 至于驾驶是43岁张姓男子 她说当时突然一阵头晕 我有上车 我去把那个司机 他有一点吓到 有一点不知所措 这样愣在那边 他还问我说 他怎么撞上 走道还有人 还有一个老妇人家 应该差不多六七十岁 就停在走道上 我就按捕他 我说你不要动 我们已经报警了 救护车马上来 好险第一时间 有社区住户帮忙 警方到场除了交通管制外 也对公车司机进行酒测 结果酒测值有0.14 不过没有达到酒驾标准 我们公司出车前酒测是正常的 对0.14我们觉得很压抑 客运公司 每趟车出发前20分钟 一定都会酒测 这是张姓司机12点半 出班的第一趟车 更据了解 他平时也有在服用高血压的药物 客运业者说 就看抽血结果再决定如何处置 毕竟公车司机承载的 可是乘客们的性命安全 TVBS新闻陈友诚 吴亚新闻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